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与此同时 郭平的林诗栋 相鹏和陈元宇分别通过逆转和碾压般的胜利强势突围 成功拿下四个八强席位 将与各自对手在上半区展开激烈对决 其中 林诗栋将迎战同胞陈元宇 而相鹏的对手则是刚刚淘汰黄有正的日本选手宇田幸史 比赛的紧张与激烈从相鹏的首局开打便无比鲜明 他在前半段的战术得当将比分带到六平 但数次发球失误成为致命一击 导致对手顺势抓住机会反超 最终以8比11落败 随后 相鹏在四局依旧与对手势均力敌 甚至在十比九连失局点时果断叫了暂停 调整状态重新出发 通过紧绷的发球成功扳回一城 尽管这一局的胜利艰难得来 但让相鹏的韧劲和心态得到了充分体现 相较于首局的被动 这一局无疑更像是为他带来胜利的起点 后续比赛中 相鹏逐步走出初期失误的阴影 通过变化多端的进攻 频频拿分 以11比8和11比9连班两局 成功逆转锁定胜局 闯进南单八强 另一边的林诗栋与中国香港选手的对决 同样充满波折和悬念 开局阶段 双方拟来我网站至四平 林诗栋的正手猛攻屡见成效 但短暂断电导致多次失误 以6比11西败 然而 这一失利并未令他退缩 反而激起了他的斗志 第二局开始 林诗栋迅速转换战术 长球出击 打破了对手原有的防守节奏 11比3的比分似乎宣告着他的状态 已逐渐恢复 在随后的第三局中 他的技球节奏与衔接愈发流畅 充分发挥出他的技术优势 凭借11比6的优势拿下关键局分 尽管最后一局再度出现状态起伏 但他迅速找回专注力 最终以11比4成功锁定胜局 昂首晋级八强 相较而言 陈远宇的晋级之路显得一片坦途 他以3比0的比分轻松击败队友周启豪 为国平捍卫了一席男单八强的位置 比赛几乎没有出现任何悬念 前两局他便以11比5和11比6轻松获胜 第三局周启豪虽奋力反击 但陈远宇凭借更为稳健的心态和技术 把握住关键分 没有给对手任何逆转机会 最终以绝对优势横扫对手 顺利击身八强 作为19岁的新锐小将 他用执着与韧劲诠释了何为不放弃 比赛首局 黄友正在局点危机中挽救多个局点 以13比11逆转取得首胜 将压力推向对手 宇田幸史则不甘示弱 次局果断抢攻 以11比9颁平比分 黄友正在第三局稳住心态 通过细致的前三板处理和高质量的压制 再次以11比7领先 然而 宇田幸史再次展示顽强一面 第四局通过果断的抢攻策略拉回局面 以11比9将比赛拖入决胜局 在最终的决胜局中 二人展开了交替领先的拉锯战 每一次得分都伴随着双方的欢呼与紧张 黄友正在赛点上奋力拼搏 连续挽救了对手的多个赛点 但在最后的关键分上未能把握 以16比18遗憾落败 这场五局苦战 虽然未能将黄友正送入八强 却让他赢得了观众和对手的尊重 也为自己的职业生涯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随着八强战的赛程日渐临近 国平男单选手们面临的挑战也愈发严峻 林诗栋和陈元宇即将展开一场针锋相对的内战 队友对决不仅关乎个人荣誉 更考验二人在相互熟悉的技术体系下如何突破自我 而相鹏对阵宇田幸史的外战 更将决定国平是否能够在赛场上实现全面压制 年轻选手们的拼劲与求胜心 昭示了国平新生代的崛起 他们的表现不仅代表着一次次胜利 更是中国乒乓球未来的希望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你对国平家们有什么想说的吗 欢迎评论区留言一起探讨 别忘记订阅开启小铃铛 小编在此万分感谢你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